国府国小推广音乐教学成果丰盛 尤其是在乌克利利和直排底的表现更是杰出 不过受限经费不足 乐器的数量不够 同学们的练习必须分组进行 为此动画大学EMBA读书会 特别捐赠35把全新的乌克利利 其中一把还是要给校长的 希望由校长亲自带领小朋友们 继续努力来推展音乐教学 花莲市国府国小虽然只有34位学生 但是学校坚持多元教育 尤其在音乐学习部分 更是鼓励全体学童一起来练习 其中直排底和乌克利利表现更是亮眼 也在全线的音乐比赛中获得好成绩 音乐在国府已经生根了 我们除了我们小朋友除了练直底 而且在今年的音乐比赛团体组 我们拿到优等奖之外 所有小朋友我们的乌克利利是入课程的 所以我们中大年纪的小朋友 每个人都有机会学到两种的乐器 让自己在意美泰沙方面 这个部分表现非常的杰出 那今天真的是我们来自东华大学 这么样的用心 对我们的关照 真的非常非常地感谢 为了让国府的孩子们 可以更顺利地学习音乐 东华大学管理学院与EMBA读书会特别捐赠35把全新的乌克利利 12月21号送到了国府国小 我们东华大学管理学院 在此专班的同学们他们有一个回馈社会的心 他们听说国府国小的同学在乌克利利方面都有很好的表现 只是他们需要一些情 因此我们的同学们 尤其是我们所组成的读书会的同学们 我们就一起来捐助这个35把乌克利利琴 送给我们国府国小的同学们 好让我们同学们可以在这么美的地方 可以好好的移情养性 让他们的心透过这个乐器 可以得到的疏解 以及更多的心灵上的成长 前校只有34位学生 东华EMBA读书会再多送一把 需要给校长眉圆圆 希望可以从校长开始亲自练习 带领孩子们继续努力推展音乐教学 介络会欢迎室报导